同样都是新疆美人 为何他们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 首先是有着红毯大众之称的迪丽热霸 早期也只是波波 后被杨力探众迁到家行旗下 自此有了专业团队 次次走红毯都能美出圈 此后影视时尚气头并进 参演的 与君出相识 安乐传等不如报名 并且还拿下不少高射品牌全球代言 可谓是时尚影视双开花 如今在渔圈的资源无人能及 第二位鼓励那扎 早期和胡歌刘诗诗合作一炮 本该是一番风顺的庄康大道 没想到却因为恋情口味暴跌 出演的电视剧也是不温故 如今也就只能凭美貌博的一些曝光 最近几少红毯倒是次次美出圈 第三位佟尼亚 也是渔圈最先爆火的新疆美人 作为一名出色的演员 她凭借精湛的演技 和迷远的气质吸引无数观众 有颜值有实力 如今在渔圈已经有了一定数 第四位麦迪曼 凭借环珠格格中的香妃一脚一鸣出圈 此后就一直是不温不回的状态 不过她的事业心也不重 和江朝结婚后就很少拍戏 最后一位哈尼克兹 一位能歌上舞的维吾尔图少女 在选秀节目中一舞出圈 此后凭借出众的美貌 没少赢得关注度 可惜却因为某些原因口碑暴跌 如今的她就只能录制一些综艺节目 还真是可惜了 你没看错 微光盛典的主办方 又在红毯上安排了广告车 甚至还安排了李怡专门指引明星拍照 小咖们为了多一点曝光度 自然是乐得自在 稍微有点咖味 并且身上没有竞品代言的明星 自然也愿意给主办方的面子 就像鼓励那家景田的明星 都非常佩合 和剧组一起出场的诚意也非常并像 自觉上前拍照就算了 还和李怡小姐里让人烦 李怡都被她整网了 不过身上有豪车代言的明星就要小心了 因为一不小心可能就要赔钱 杨超越一息土色里面 面对李怡小姐的职业 脚步一点不敢提 说声道歉就立刻离场 白怒拖着大大的群板 即便在不方便 这时候也不敢提 赵露丝言很聪明 根本不看李怡小姐快步走开 刘诗诗迈着优雅的不发的包拒绝 0713男团应该是知道主办方的好 看到广告车就低头躲避一路小跑 生怕慢上一步 谭剑刺走到车前就进退两台 权衡一下之后还是觉得先躲别人 不过有些时候明星真的是必无可 杨子走红毯原本开开心心 结果刚上台就被两位工作人员 强行带到广告车旁 赵丽颖身穿星光裙压皱出场 看到广告车本向转播力 却被工作人员强行架到台上 看赵丽颖脸上消失的笑容 就知道她有多不情愿 刘语宁和不同女星同框差距 和赵露丝同框 两人绝对是内娱最萌身高差 面对这个活泼灵动的小妹妹 刘语宁就只能宠着 露丝搞怪她就乖巧配合 两人同框很是甜蜜 和赵丽颖一起录制节目 刘语宁化身小弥地 讲话永远都是夸赞 看得出来是由衷的赞赏 两人同台看到丽颖暴毙 她第一时间询问是不是老 得到回答后立马把自己的衣服给衣服 很是绅士暖心 和刘涛同框 两人虽然年龄差不小 但却很有CP态 拍摄吻戏把刘语宁紧张 都快忘了呼吸了 猛男娇羞可爱到犯规 和关晓彤同台领奖 同穿黑色系礼服 这完美的身高差 修长的大长腿简直绝 懂事的导演就准备低剧衣服 和迪丽热巴拍戏 虽然两人不是官配 却也是默契师祖 而且刘语宁还会宝贝都热巴开戏 相处起来非常自然舒服 一念观山 郭初号 和刘诗诗一起扫过 两人同穿黑色系礼服 一个帅气十足 一个又美又散 站在一起很是般配 电梯里不经意见的对视 分为胆师祖 虽然两人有些年龄差 但相处起来没有带多 非常的轻松自在 刘诗诗讲话刘语宁很是蓬查 史密斯夫妇横空出世 这要不是有无奇龙在 想必早就客风了吧